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兴趣猴 今天继续列车调度员呢 我们又回来管理这片铁路的交通 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又获得了一块新的地皮 也就是铁轨 只有获得更多的铁轨 才可以铺出更多道路 从而达到全新的车站 特快列车出现 我们要注意一下它的方向 这些车都是拉着非常多的车皮 一定不要让它们撞到障碍物上 4号尾道出现 快坐走 因为这是一个风向观的 我们要利用风向来保证车辆的完成 这个车头的话 分为这种内燃机 这应该是蒸汽机还是内燃机 这个好像是蒸汽机啊 并不是内燃机 你看它后边拉着一截这个 拉煤的这个车箱 它是蒸汽机 然后内燃机的话 一定也有 这个是内燃机 应该是这种全新车头 它是内燃机 然后蒸汽机分为两种 好像没有这种烧电的 都是原始的这种能量 并没有全新的电气能源 我去这个后边紧随着4号出现了 这你让我怎么走啊 4号对4号都是绿色车皮 这你不对上了吗 难道说只能相撞吗 或者说让你一个车走另一边 这个就比较坑了 那么只能让这边4号去选择一个不对应的颜色 但是也可以走不算失败啊 只不过它比较生气而已 现在完成本关 成功调度全部的列车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库玩 在这儿是需要一个核子撞机关 这些车皮拉的都是这种核武器的能源 我们需要在这儿帮助它把这些车厢全部撞掉 有没有看错 是把东西全部撞倒啊 可以选择把车辆撞倒 也可以选择让车跟车进行一个碰撞 来把周边的这些东西全部撞掉 是不是很有趣 让我们两个相撞吧 进行一个愉快的相撞 这里感觉有点像这个凯旋门的感觉啊 难道说凯旋门作为列车主站了吗 四周这个车辆是1234 一边是四条 一共是八条车道 其实这个这一关的话 如果是在这个正行关出现 我们可以选择让车在一面进行一个走 哎 这个是巴黎站吗 还真是啊 这个是巴黎 那么说的话应该是影社的巴黎啊 这里边他应该是把世界著名的一些地方 都引进到这里边了 那刚才这个位置还真是凯旋门呢 哎 有点意思 凯旋门竟然能作为 一种这个车站出现的 这个地方好像也是法国 这个建筑物有点神似这个巴黎圣母院 因为中间的是这个十字标 中间一个尖塔 不过最左边这个两个尖塔 我记得巴黎圣母院是一个类似于城堡的平的一个头 而他是两个尖塔 但是不可能完全一样了嘛 他真是影射的巴黎圣母院 我记得在轰领二中也看到过这么一个建筑物 就是在轰领二苏联战役中 让你用磁爆步兵去磁化这个埃菲尔铁塔的一关 好像就看到了巴黎圣母院 那么这个游戏我感觉都是四星评价 中文学上还是非常值得一玩的 成功过关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不玩 我们下期再见